欢迎收听coco早餐 这个停一次 那等一会呢 我们在八点到九点的节目里面 要访问的是桃园市长郑文燦先生 谈一谈桃园的2200亿元的前瞻计划 是怎么样这个拿到的 当然郑文燦最近对于中国政策上面的 所谓的这个有中爱台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等一下呢我们都来请教郑文燦市长 还有他们的新潮流戏的盟友赖清德 在美国的演讲 对于这个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同时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中华达人主的旅读中国创意游的艺人东名相 好现在我们就来介绍 这个林文真仙的纸雕艺术 这个阿嬷家和平跟女性人权馆的馆长 康淑华小姐在线上 淑华你早 康康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非常谢谢您 因为这个展览的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特别提在今天这个时段当中 为大家来介绍 这个远东旧屋改造奖的公布 是一座这个慰安妇纪念馆 你们这个是第一个这个奖项 那在这个奖项当中呢 还有这个纸雕艺术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大道成的阿嬷家 这个现在是在哪里 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到我们的西区的时候 可以到阿嬷家 来缅怀 或者说来为过去的一段历史 珍藏一些人性的记忆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是 我们就位在迪化街 两周街口 迪化街一段256号 那其实我们是在去年12月的 世界人权日开幕的 到现在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那这半年来非常感谢 来自各界的一个关怀跟瞩目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有超过2万人 底上的朋友们来参观 那也不止台湾的伙伴们 还有来自外国的游客 那其实都是对于我们的一个支持 那这个馆主要是说 一方面记忆威安妇阿嬷的历史 可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馆 能够跟当代的女性人权议题 能够接轨 让这个地方也成为一个 台湾难得的一个 作为一个人权教育的基地 是 好 这个迪化街跟两周街口 我们坐 我们坐捷运到龙山寺下车 方便吗 龙山寺会有点远 就可以坐到大桥头捷运站 大桥头捷运站 是 走过来不到10分钟就到了 好 所以这个大桥头的捷运站 这个走过来就到了嘛 对不对 好 当然这个建筑是有非常不一样的意涵 是不是 对 用这个象征芦苇的透明空管跟金属灯 来代表这个 2000多位身份不明 跟59位已经知道台湾未安妇嘛 那在这个大道成的阿嬷家里面 你们最近有一个纸雕艺术展 对 我们从5月中开始到7月中 有一位台湾的一位剪纸艺术家 林文珍 那这次的这个整个纸雕艺术展 就是文珍特别想要纪念我们的阿嬷 因为她曾经跟连花阿嬷见面过很多次 那也希望透过这个纸雕艺术 她特别为连花阿嬷策做了一个连花阿嬷的策略 那原本这个纸雕艺术是想要献给我们的连花阿嬷 只是很可惜阿嬷在4月底的时候过世 所以来不及看到这幅作品 可是这幅作品也特别捐给了阿嬷家 身为我们永久的典藏 所以民众们只要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到 文珍特别为这次的这个展览所创作的艺术 那另外是在整场同时也展出了文珍过去的一些作品 包括迪化街的一些风景 以及她记忆中她跟自己阿嬷相处的一些经验 那欢迎民众来到阿嬷家 欣赏这次难得的一个艺术展 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 那工作坊就在7月中 我们看到这个阿嬷之家在参访的时候 是不必入馆费的吧 对我们到年底之前我们都是免费入场 然后主要是也希望说一方面我们也才刚开馆 邀请更多人认识我们的这个馆 那也透过免费的参观 让大家知道其实慰安妇阿嬷的议题 我们可以去用空间 那也用生命跟力量去阐述出我们对阿嬷的一些纪念 我们现在所访问的是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的馆长 是康淑华小姐 淑华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看到一个博物馆 一个故事馆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段过去 它有血泪 也有心酸 但是主要目的还是从历史做见证 所以我们的这个在梁州街跟迪化街口的这个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 基本上是需要得到这个外界捐款支持的 对因为我们其实去年就非常感谢来自台湾社会各界的协定 那我们募到了一千两百万左右 那帮助我们能够把去年的这整个硬体设施把它完成 可是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今年是营运的一年 当然对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自己自主达到永续经营的一个目标 可是预估在前三年其实都还需要有来自各界的捐款 帮助我们把整个软体的设施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目前也即将推出一个就是募集百位点灯人权的活动 透过每个月的一个捐款 那在阿嬷家点一盏灯照亮所有的照亮更多的人也照亮阿嬷家 所以去这个参观有亲有意义的人士可以点亮那一盏灯 那一盏灯不会破坏这个阿嬷家的这个建筑的意涵跟美感吧 不会其实这建筑师也特别的设计 我们就在刚刚那个可可姐这边提到的芦苇之歌长廊 那一方面有搭配阿嬷的59个灯管 另外一个部分也将可以看到透过芦苇花的一个设计 捐款人的名字会在这芦苇花上面陪伴阿嬷也陪伴更多的人 所以一盏灯大概你们的这个目标是一盏灯是多少钱 我们希望每个月捐款3000块 然后愿意长期的支持一年两年或三年 成为我们整个阿嬷家长久的一个认养人 也跟我们共同亲引阿嬷家 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心的话 一个月是3000块钱嘛对不对 这个慰安妇的纪念馆阿嬷家 这是这个旧屋改造啊 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建筑师的作品 当时你们跟这位吴声明先生合作 是透过什么样的因缘呢 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在笔画街笔画街的一个空间 我们曾经展过阿嬷的一个摄影展 那刚好声明当时是这个艺术空间的一个负责人 所以我们就认识了 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整个大稻城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在地对整个大稻城老房子 所以就也跟声明联络上 那他也成为我们去年整个建管过程最好的一个伙伴 是好这个旧屋改造计划 这个还得到了这个远东建筑奖 这个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 这个月份你们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听馆长来带大家做这个了解这个阿嬷之家 那阿嬷之家所记忆的就是 就是以慰安妇那些阿嬷不幸的故事为主 没错对 第一个部分先回应刚刚康后姐提到的 我们这次的远东建筑奖旧屋改造 我们得到特别 我们得到家座也同时得到评审团的特别奖 还得到现场人气奖一共三大奖项 其实是对于我们去年 包括特别是建筑团队给予他们很多肯定 那我们阿嬷家的伙伴其实也 予有荣烟共同建政这样的一个老房子改造 所带出来的一个社会议题跟建筑 我觉得是冲撞之后的一个力量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现在阿嬷家这边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参观 一起来支持 所以目前也有非常多的活动 每个就是在这个下个月 也有一场是以阿嬷为一个基础的 整个大道成的一个导览活动 那其实大家只要到阿嬷家的粉丝页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相关活动的一个讯息 好 这个阿嬷家的这个馆长 这个康淑华小姐 帮我们所做的介绍 不过他最后50秒钟 这个好像还蛮多日本的旅客 他们特别来这里来参观 对 没错 他们都怎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日本旅客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馆 让他们比较有那个能量 愿意接近阿嬷的未安妇的议题 那一方面是他们觉得 觉得自己该为这件事情负起一些责任 可另外一部分又觉得很遗憾 在日本没有办法学到这段历史 所以当他们来台湾 认识台湾历史的时候 我们这个馆成为他们 接近这个台湾历史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他们会有很多 当然所以我们也希望台湾人 我们的同胞也都到这个迪华姐来 来看这个阿嬷馆 敲个班 请广告